是否能追求恆大呢 很多人都在追 我們寧願這些項目賣出 讓一些有實力的公司 由這些公司繼續做 比出了問題的恆大繼續經營 不到我不謹慎的 我們的同事幫他做事 我就給他薪 還要拆勇 收不到勇 只有底薪 無法養妻活兒 如果發覺你的公司信用有問題 他就不做你生意 早點找勇 才恢復信心 問題是財政有困難 香港這兩個恆大項目 賣出來應該有人要 你賣恆大沒有人要 你賣擁有這個項目的公司 是會有人要的 因為香港地價佔了一個很大的部份 他願意折讓一些賣出來 是有人要折的 折的人 我希望他能夠 能夠享受恆大答應過給的佣 如果不是 以前的佣不還未給 要經紀幫你賣以後的房子 經紀也會有抗拒 你之前有一段時間都曾經說過 內地監管方面的問題 你覺得到現在為止算不算過重 以及是否動搖了外資對投資的信心 中國還是想在全球化中 大家各盡所能 不是互相切割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中國在實施一些管制措施的時候 既要考慮中國自己的利益 亦都要考慮國際的慣例 這樣就和海外的捷軌會做得好些 得到外面的合作機會多些 中國要復興 還要與海外交往 海外有優勝的企業 他們掌握的科技 我們都盡量學 學到就學 當然自己都要自立更新 有時管制措施 在出手的時候 都是慎重一點 比較好一點 無謂造成不必要的顧慮 另外呢 是不確定因素要降低 那些人才樂於來香港來中國投資 有些人有懷疑的 有擔憂的要虛心去了解 然後去解釋清楚 這樣事情就會好做 那有沒有擔心自己 有時說話會得罪中央 我身邊的人 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有些人是擔心的 你知不知道 你這樣的做法 就是妄議中央 是罪來的 我不是 我是一個普通香港人 我在香港一國兩制下 我有言論自由 我又不是破壞國家安全 我只是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這種自由 香港還可以給予我 誰說你是黨員 你就妄議中央 我是普通一個商人 有意見提出來沒問題 事實證明沒有人找我選帳 那你說要叫特區特首下台 要警隊解散 兩回事 我只是看到的事情 我說怎樣做會好一點 沒有問題 香港應該容許這樣做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香港名人的故事 想看這類型的訪問 你們可以多留意 阿別這件事